在家輕鬆變大廚 沒有廚房一樣能夠端出好料理 歡迎收看長居食堂 蘿蔔玉米丸子湯 材料有蘿蔔 玉米 海帶 油豆腐 樹丸子 鹽 玉米的部分我們先用清水洗乾淨 蘿蔔洗乾淨之後我們把皮削掉 將蘿蔔切成四口大小 玉米的部分把它切斷 丸子對半切 油豆腐的部分一樣對半切 海帶的部分用剪刀把它剪成一小段 全部的材料準備好之後就直接倒到內鍋 然後加一點鹽 把水倒滿淹過食材 然後外鍋放一杯半的水 蓋上鍋蓋 切下按鈕就可以了 蘿蔔玉米丸子湯已經跳起來了 我們蹭碗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請記得按鈕 請記得按鈕 我們在家裡掃壓